平庸县春日香这次乡长选举两强相争 经过激烈的选战 现任乡长柯志强除了古华和春日春选票落后外 其他四个村都大幅领先 最后以1809票比1325票成功连任乡长 那透过选举我们可以知道更多详情的声音 我们可以知道从政者参政者 他的需要再被检验跟需要再改进的地方 我想这是每一位参选人获得一个很好的经验 柯志强过去四年主推在地特色产业 需求反映式运输服务DRTS 长照服务以及沉浸式族语幼儿园 延续过去四年的根基 未来除了继续推动长辈和幼儿的照顾 青年和妇女的赔利将会是未来的亮点 我们在未来的四年 我们会着重在青年的赔利 跟妇女的赔利 跟我们文化的传承 我想在三安三多的施政方向之下 我们会努力的朝这个目标 逐一的实践 兑现我们这未来四年的竞选的承诺 柯志强春日日安的施政方向 包含基础建设 产业提升以及老幼照顾 让许多在地的居民很有感 也是这次连任成功的主要关键 原置西文八浪 屏农春日尝不到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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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观看